事實上,通關這件事對於我們香港和內地 特別是我們香港都是大灣區之一 九加二的其中一個很重要城市 我們和內地的九個城市是一個小時的交通圈 其實加上是8400萬人口 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都是領南文化 都是港府文化 所以這個廣東話文化引申的 我們香港更加能夠在當中發揮我們的最大的優點 這個機會其實等了三年 另外我們還可以體會到很多西方文化 和我們香港盛接下來的傳統領南文化的交會 這些都是非常之可觀 亦都是很有獨特性的 我覺得香港不要來只是買東西 不要來只是吃東西 還可以來這裡吸收我們香港的很獨特的文化 最好大家來找一些表演藝術節目 無論是舞蹈、戲劇、音樂 我們這邊花樣繁多、非常豐富 水準是非常之高 當然我們不會忘記 過去那三年香港 特別是19年、20年 香港曾經是受到很大的干預 很多反中亂港的現象 但是這件事基本上今天是平息 平靜了下來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平常心 完全釋放香港、看香港的優勢 來香港享受你們的衣食住行 我們在3月、4月初 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我們會做一個音樂劇 是背我同行 這個是重演來的 是由黃淑儀和招援演的真人真事 是一個失明給我的挑戰的故事 這個就是香港的一個製作 但是通關之後更加重要的 其實過去那三年 我是有兩個機會 其實基本上合約都已經搞定了 就是要拍兩部電影 由於因為一路都不通關 不是正常通關 所以就想想落落 都會很受隔離的影響 所以其實那兩部電影都未拍 突然之間 通關了 這是大好事 我就可以延續那兩部電影的製作 希望兩部電影都拍得成